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一个很严谨的一整套的辩证唯物理论 我还是建议大家多读马克思的书 不要而且多读演典 比如说反杜林论资本论这些书 多读演典知道吧 这是我小时候就看的书 但是我那时候太小了 有点浪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我们那一代人呢 几乎每家都有这个资本论 每家都有反杜林论 每家都有那个惠尔巴哈的这个批判 就是类似这些书家里都有 而且文革的时候过来的时候 家庭书特别少 然后呢我们大家都是看那些书 打花消磨时间的 然后呢从那里面 从那些书里面呢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呢 是一个我可以这么说吧 我非常的推荐大家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对社会的阶层的分析啊 都是非常有一套的 然后呢对于整个历史文物主义批判呢 也是很成功的 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说 做历史研究的人啊 都无法规避马克思的存在 搞社会学的人也没法规避马克思的存在 他是横跨两个领域 几乎这两个领域的专家 就是专家写者啊都要引用到 不管是持你任何观点 不管是你反对马克思还是不反对马克思 都是必须的引用到这个 马克思的 马克思的观点的 因为在我们世界里面 就是世界论文库里面啊 就是现在的各大邪术界里面呢 引用到 必须写文章 必须引用到马克思的几乎 马克思排在第七位还是第几位啊 所以这种牛人啊 几乎是几千年来出一个的啊 一定要记住 就马克思是类似于孔子一样的人物 类似于西加姆 与耶稣一样的人物 都是一两千年的文明史 才诞生的一个人物啊 所以千万不要跟这样的人物对着干 这样聪明的人呢 你只要好好地读他的书 认真的思考他的书 不要先入文艺主 就认为啊 他是马克思 他是先扬共产主义的 然后就不去读他了啊 这些人啊 都是非常顶尖的 超级智慧的啊 一千年才出一个人物啊 你们一定要先明确这一点 马克思这样的人物 马克思的哲学 都是一千年才出一个的 而且未来影响也是几千年的啊 是类似于孔子啊 耶稣这样的人物啊